我丈夫瘫痪十九年 并为两次进医院抢救 昏迷中见过地狱 醒后说 我要去极乐世界 不去地狱 但因身体脆弱 念佛退转 请饶法师开示 他既然看到地狱 知道地狱苦 不愿意去地狱 要想去极乐世界 你要帮助他念佛 身体脆弱 不能念佛 没关系 听佛号都行 现在这个念佛机 是个很好的 注念的工具 如果怕扰乱别人 你可以用耳机 让他听 那么他容易昏沉 你把身影开大一点 就能够把昏尘 跟走 能念 跟着念佛经验 不能念 就停 不要中断 这样才能够 华身 有信心 不怀疑 不夹杂 不要打妄想 万云放下了 一心 专利 效果是一样的 有信心 不复杂 没关系 这种事情 也好 赶紧 没有